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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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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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统 驾照小舞台 慢慢驚 最后这段 拜托头前的鄉親 这条路我们要留出来 我们配合到安全领导的指挥 感谢我们大家 我们的小英 村最后这儿她就要进行 驾照我们的舞台 所以我们再画一下 再让小英 来 去到我们最大的鼓励 好吗 画蔡英文 大家来画动算 好吗 蔡英文 他今天五位二位候选人 对小公路 一直驚咱将士 更驚咱二十分青龙 庸青 庸青 这就是我们大人们的座青 这是我们大人们的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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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大人们的温暖 庸青 这位十四盒 这是我们大人们的温暖和座青 用向这些算票 集齐串闻 这样的话 集齐串闻 这位老婆 各位乡亲 我们的总统 到底要驚咱修台路 我们看不见小英祖都的乡亲 不要紧把我们驚咚起来 把我们的声音看出来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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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火候出來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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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小英總統 是我們熱身的市長 跟各位日本藥少年來配東西 嚇一跳舞台 來給我們現場所有的佣心 來給大家感謝 我們也跟這家來鼓勵 我來看蔡英文 大家來看蔡英文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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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總統 拿請頂請頂 今天所有人委會選頂 在台南中 親親廟案台北人 睡覺拜託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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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同心 台南一定會大爬 你說對不對 國的立委 一定會攏東山 你說對不對 在這個時候 我們這時就要來邀請 我們的總統 蔡英文 來跟我們講話 我們心裡再用的你來講聲 我們歡迎蔡英文總統 歡迎蔡英文總統 謝謝 我們今天在現場 我們住台南市 我們的鄉親 我們的市長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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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剛才我們的熱市長 在告訴我 說我們這個地方 是我們的成功路況 是我們以上以來 我們最重要的選舉以前 都會在這裡辦完會的地方 今天 這麼多人在這裡 是我們優勢以來 人最多的一次人 在網路直播跟我們做會 我們是不是跟我們的網友 一起去跟我們一起去跟我們一起去 問好這樣好不好 我今天看到 我們台南人的關心 我們台灣人 台南人關心 決定說 台南人這次 要大了我們的台灣 開始第三次政黨回憑 大家說到這裡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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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人 如果準備好了 台灣就準備好了 我們要換總統 換政府 換一個新的國會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台灣 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在是 之後 我們有一個新的政府 來帶來我們的台灣 讓我們的台灣 我們有一個新的經濟 新的社會 和新的政治 大家說好嗎 我們現在 到後禮拜那 我們要投票 剩下一個禮拜 我們這一個禮拜 我們要來跟台灣人說 說我們過了四年 真的日子過得很不好 大家說對不對 是怎麼日子過得很不好 因為 我們的所得倒退 好 這是您所看到的 在這個民進黨 在他們的大票倉 也就是台南地區 所舉辦的一場盛大的造勢晚會 好 這是您所看到的 蔡英文主席呢 他原本稍早之前八點左右 又是在高雄陸竹 那麼現在趕到了台南 這個主辦單位剛剛宣稱 林俊憲說的 他說現場十萬人 那麼徐家欽是說八萬人 但不管多少人呢 事實上蔡英文在整個大進場的過程裡面 是花了相當久的時間 跟這個熱情支持他的民眾 這個有互動 然後才到了這個台南的這個 大造勢活動的現場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帶您來看看 宋楚瑜 宋楚瑜這一次呢 打的是這個比較這個短小精幹的選戰做法 剛開始呢可以說是空軍的做法 接受電視的訪談 那麼製造他的這個 這個說明他的訴求製造影響力 而今天他特別南下台南囉 也在台南 那麼到花園夜市要拜票 那麼現場有超過萬名支持者在現場 橘子青年團也要發起遍地開花的活動 號召萬名青年當宋楚瑜的分身 我們來看現場的最新狀況 好的 昨天各位觀眾 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今天是南下了台南市 指導綠營票倉 而這也是親民黨首次的這個大型造勢晚會 就選在台南的花園夜市登場 現場有超過萬名的支持者到場 來一起參與 而橘子的青年團也發起了遍地開花活動 稍早呢 宋楚瑜也已經發表了他的談話 帶您聽聽他怎麼說 團結的綠軍來對抗團結的藍軍 團結的藍綠分裂了台灣 台灣要團結起來對不對 台灣真正要團結我們的民意 那就是真正讓台灣人的精神 那就是真正讓台灣人 能夠揚眉吐氣 那就是藍綠放兩邊 民生放中間好不好 好 各位親愛的鄉親 我 參選我們台灣新信用信長的時候 跟我們的鄉親事大報告 信長選給宋楚瑜 他要為大家做賣做故 我講的厲害 做的厲害 那麼這場親民黨救台灣的造勢晚會呢 宋楚瑜主打的就是不分政黨鬥爭 還有拼經濟的決心 而整個活動晚間七年多就已經正式開始 那麼宋楚瑜是壓軸登場之外呢 各地提名的區域立委 還有不分區的立委候選人也都到場來助獎 希望營造整個局營的團結氣氛 以上是鄉親居 請把神鏡頭交還給同名主播 好的 我們來看看雙一對決的態勢之下 宋楚瑜究竟能夠衝出多少票 是這一次的選舉關鍵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宋楚瑜這方面呢 能不能拼到七十萬票以上 這個其實也很值得觀察 現在畫面您當中看到的是呢 這個馬總統 馬總統上午結束了中台灣的行程 晚上出席彰化造勢活動 現在趕到的是新北市板橋 我們這是稍早之前他參加新北市板橋活動的時候呢 一個大進場的畫面 地點是在板橋第二體育館 這是總統進場時呢 可以看到這是一片藍海 這是在總統回訪北台灣的一個最新狀況 廣告之後我們會有更多的報導 蔡英文在剛剛這個一上台之後 親切問候民眾過去四年您究竟過得好不好 而這樣的一個問話 能不能牽動民眾去反思過去四年過得怎麼樣 接下來希望有什麼樣的一個生活 其實我們的選票可以決定未來更多的討論 馬上回來